大家好 欢迎港节时间 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 面对投票日的逼近 各候选人如何获得选民的认同 其实公办电视证件的发表会 可以作为参考的指标 来看第十选区 包括细止金山万里的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这次总共有八位候选人登记参选 不过当天只有五位来到现场 并且分别针对了交通医疗等议题 进行个人证件的发表 第十选区新北市议员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在下午1.25分前进行抽签 细止金山万里八位候选人有五位到场 各候选人忙着跑选举 他们也把握机会来和选民 谈谈自己的理念证件 并且依抽签的顺序依序上台 我想经济的命脉就是 越交通越方便 社会越繁荣进步 就是在行得方面 我们有几条道路刚才我也说了 那么希望福德山路也能够早日扩宽 让通到台北地溪方便 那么我们的高速公路的闸道 在康林街阶段的话 希望也能够政府大家通力合作 跟地方的民代 大家一起赶快把这个闸道 早日实施完成 阴婷本身出生于医疗 是台大毕业回到家乡来服务 在整个参与议员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金山万里便宜地区的医疗 需要不断的提升 而本地本身的医疗部分 我们更重视于老人化 少死化的部分 更强调预防送于治疗 证件发表会的一个方式 来提供我们市民 能够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有三位的候选人 没有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因为在我们新北市第十选区 系纸金山万里的平均咨询率 四议员咨询率 是倒数第一名的 我们希望能够改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选战进入倒数计时 希望多一点机会 让选民更进一步了解 自己的证件 而这次第十选区包围候选人 其中大部分是新人参选 希望能够延续服务的热忱 一样也着重于交通建设 我们系纸的交通问题 可以从我们的民生系纸线 从吉林街的拓宽 还有从未来 我们的基隆轻轨 我们增设张书湾站 这几个方面去着手 景豪这些证件 要怎么样落实 只有换市长 才有机会落实 因为有一个有破例的市长 苏贞昌市长 才有机会让警豪这些证件 可以快速的落实 那这一次的政政标表 先想提出了 把我们的科技 导入政府的施政 还有我们的 劳游所中 壮游所用 又有所长的一个概念 希望改善我们市民 所有的生活 希望与侯友宜一起打造 我们安居乐业的新北市 打造我们安居乐业的西京丸 市议员候选人证件发表 争取选民认同 这次录影内容 也将在17号 也就是星期六 在观点下第三频道播出 也请您准时收看 就陈惠林希致采访报道